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次课学习地之规信的部分 这些教诲对于我们修行乃至于从事教学 工作都是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 上一次我们提到见仁恶 吉内省 有则改 无家景 现在社会当中会让我们看了 会起烦恼 心不平的事情不少 首先我们假如动了情绪 那我们就没有把如何面对世间这些不妥的事 应该怎么正确面对 这个身教 严教 就没有交给孩子跟学生了 那他可能就变成一个愤愤不平的人了 那我们在自身修学的角度 那就不可能有得利的一天了 其实我们不能得利了 我们也帮不上家人 帮不上学生了 所以大学说 治天子以至于素人 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我们有修身的根基了 我们从事哪个行业才能服务到他人 利益到他人 六祖大师说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那我们假如见过了 我们就不在道中了 所以有一个同修 可能也是困扰了很久了 他不想见人恶 他控制不住 他就向老和尚请教了 我很想改掉这个见人恶的习惯 一直改不了 他也很可贵 修学路上实际遇到的境界 他没有憋在心里 他就主动向老和尚来请教 老和尚说了 你真想改 我才跟你讲了 所以我们是准备 听完马上照做的心境 来听老和尚这一段教诲 我们听经不能听成习惯 听归听 做归做 那这样受用就有限了 我们要听老和尚教诲 有如平得宝的心境 听了就会很珍惜去用它了 因为这是法药 法药可以治心病 而且可以药造病处 所以学习惯 所以学习的态度 心有疑随杂技 有疑问 有不能突破的问题境界 这我们主动跟老和尚请教 老和尚远及了 老和尚的法身设立常驻 我们可以在网上 问题的关键字 应该老和尚 世间好话 老和尚也说尽了 六十年 六十二年 讲经说法 讲得很圆满 这个是学习态度 心有疑随杂技 包含我们听了三知识教诲 领会的对不对 我们也向老师说明一下 我这样领会对不对 怕误错了 那老和尚远及了呢 那我们三五 志同道合的法眷属 我们听了老和尚的领悟讲出来 大家听一听 觉得悟得对不对 不然悟偏了也不行 我有遇到一个同修 他真的悟偏了 他读《无量寿经》读到 如凭得宝 如凭得宝 如是比喻 他读了之后 把房子卖掉 然后要去做一个贫穷的人 他把如凭得宝解成要贫穷 贫穷是宝 这个悟错了 这么一做 可能亲戚朋友会觉得 学佛还得去当个贫穷 那可能会吓到人 所以这个有同参道友还是很重要 医重靠重 这个悟错了还可以 大家互相印证印证 尤其所悟的 这个可能跟修学的方向目标有关的 这个不能悟错了 那同修问了 老上看他是很愿意学习了 就说了 从今天开始 你看到任何人的过失 你就告诉自己 是我做得不够好 不能感动他 老上就开始有味道了 我们学佛就是学觉悟 觉耳不迷 不在境界当中迷惑 不在境界当中生烦恼 不是被烦恼控制住了 所以是理智的 不情绪用事 我们想一想 看到一个人错了 我们跟他起对立了 起情绪了 首先对自己有没有好处 没好处 火烧功德灵 对他有没有好处 对他也没好处 所以学佛 学理智了 对自己 对别人都没好处的事 别干 念头不要言行 不要粗 这个才是理智 不要干这个 对自己 对别人没好处 而且是有坏处的事情 所以理智都能调伏情绪 调伏感情 我们就不生烦恼了 我们会生烦恼 我们的理智还不够 我们会生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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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理智还不够 我们变成动力了 我做得还不够好 不能感动他 我赶快做好 感动他 不然他会堕落 我们纯是一个为对方好的心 这个是我们的真心启用 所以老和尚说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这是我们的真心 真心 是功德 妄心 是轮回业 这个一念之间 差别很大 而且 无量寿经也告诉我们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无有余者 疏无怪也 这个犯错的人 可能他父母没有教他 他老一辈没有教他 从这个角度看 没人教他 他得了人生 当了中华儿女 居然没人帮他 跟五千年的智慧接上 从这个角度看 他也挺可怜的 所以这是师长教导我们的 也其实跟圣人 祖先在经典当中 教我们的完全相应 我们看论语 尧顺语汤 这些圣王 传了一个心法 叫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当领导者 我自己的错 不要推给百姓 臣子 百姓臣子的错 都是我没有教好 所以圣人的心境 常受天下之责备 而没有责备人之心 所以人家不怨他 好 好 所以老和尚这个法药 我们肯马上去做 那这个 见仁恶 我们就不会起烦恼了 好 会更加鞭策自己 他不笑 我好好做笑 感动他 他不连结 我爱惜贡物给他看 他没有尽忠职守 我尽忠职守给他看 而且我们进一步想 有时候对方的恶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造成的呢 这个当父母老师的 可以再从这个角度思考 你看当父母的 现在对孩子的一些行为 非常生气 可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有没有我的溺爱 有没有我的放纵 在里面呢 带一个班 现在学生很没规矩 有没有可能是 我一开始没有立规矩呢 所以在格言 在这个知智通见当中有一句话讲 爱之不以道啊 是所以害之也 我们爱护孩子没有依照正确的道理 反而是害了他 反而是害了他 那比方 这个 现在很多家长很生气啊 你看那孩子 每天玩手机 气 气得要死 都不用工 那手机谁给他录 那可能是我们做的不妥啊 产生后面 这个问题了 现在这个手机问题真的是不小啊 不要说学生的问题了 我们自己能不能克服啊 都还很难讲啊 其实假如我们没有克服啊 我们说要把孩子学生教 让他们放下手机 有没有可能啊 让他们善用手机啊 不可能 生教者从啊 言教者送 我们真的以身作则了 善用手机 然后都 没有 这个这个 上瘾 那 孩子看了佩服啊 笑法了 你假如只是言语当中 就赶快会写作业 不要再玩手机了 那孩子心里想啊 你玩的还比我多了 你看的还比我多了 他哪怕没有表达出来 他心里面也是在那低谷了 所以我回想啊 成长的过程呢 我们晚上不看电视了 因为父母不看啊 父母在在看书 你当小孩子呢 不好意思 父母在那里看书 你坐在那大摇大摆 看电视吃零食 就干不出来了 好 所以有可能 对方的错啊 你不要先起情绪 冷静冷静啊 是不是我 前面做的不妥当啊 才产生后面这个结果 你看孩子吃垃圾食品 怎么养残的 或者孩子现在笨手笨脚的 只会考试 不会做事 你在那生气 那是你 只叫他读书啊 没叫他干活啊 把他照顾的无为不至的 他都没有生活能力了 大家想一想啊 一个人连自己都不会照顾啊 这个人有没有福报啊 所以啊 我们这个教育啊 理念正确 非常重要 不然你理念错了 你把孩子给悟找啦 你看当父母老师的 对一个孩子的学习 只着重在他的学科 他的考试上 你说我们能把这个孩子学生 带健康吗 带他的人生能够全面吗 太多家长咯 你去读书 考试考好就好了 其他啥都别做了 这个跟几千年的教育理念 不相符合 你当老师的人 你当老师的人只专注在学科成绩了 那教的孩子一定方向啊 会有偏啊 我们看古人 一开始教什么 离民极起 傻少停除啊 要内外整洁 既婚便喜 官所门户 必亲自检典 都是生活教育啊 一粥一饭 当师来之不易啊 一开始 教育他 要有责任感 要多劳动 要为家服务 为人服务 然后呢 要习福 一粥一饭 当师来之不易啊 他不习福 他就责福了 他 没责任感 不主动服务人 他就没福报了 所以 小孩教育 先教生活教育啊 傻少应对进退 现在这个都不教了 生活教育不教了 哪怕是学传统文化 他很会背诵经文 结果没有教生活教育 没有教 怎么服务他人 老阿上说啊 会教出两个结果 第一 输呆子 所以我们 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 你怎么输呆子啊 有时候你骂他 是我们教学有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 启发他悟性的教育 你没有生活教育 就没有行嘛 他就被你使读书了 那 这个输呆子就很可怜了 所以 这个传统文化 这二十来年啊 我们当父母老师的 总结总结啊 没有总结清楚问题在哪 后面还会继续出现啊 前世不忘啊 后世之师 我们冷静看看 我们的孩子跟学生的悟性搞不好 开发悟性啊 我们 从老阿上的教诲 从经典的教诲 要 从孝照下说 你说一个人懂孝照了 他一定会照顾父母啊 他就在修佛啦 自性的智慧得能 怎么开发的 地藏菩萨表的法 所以我们不教孝照啊 我们不是办教育了 这是很严肃的问题 再讲的严重一点 我们可能会误人子弟啦 人家本来可以很有悟性的 被我们教的呆呆的了 我们都是一直灌输 灌到最后悟门就堵住了 开而福达 开始启发了 福达就是你不要讲 什么都讲完了 都没有留一个空间 让他去领悟 去感悟 抢而服役啊 抢是鼓励 义是否定 我们现在父母老师 情绪控制不住了 那个否定孩子的言语 会伤了他的内心 我好像从来没感觉 从父母 爷爷奶奶 长辈的言语当中 有刺伤的感觉 从来没有过啊 都感觉到爱啊 都感觉到爱啊 哪怕父亲 在训斥我了 我都能感觉到 那不是情绪发现 那是爱护我 倒而服彦 引导 不是强势硬拉他 往东走 往西走 要寻寻善诱 要柔软 我们用的方法不对了 最后还怪 孩子 怪学生 不妥当了 要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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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从改习气下手 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要改给他们看 我们只是听经都没有去改习气 带出来的人也只是会听经 但是不愿意改习气 习气都没改掉 这个悟性就出不来了 刚刚我们提到生活教育 一个人懂得处处服务人 他有福报 大家有没有观察 特别愿意帮老师的学生 脑子很灵活 他很喜欢服务人 福至心灵 他的心敏锐了 有悟性了 所以老上讲经的时候说 善根从哪里修 从福德来修 就是重视 服务他人 生活教育 所以带着孩子学传统话 也要让孩子多劳动 服务他人 不是使读书 这个悟性才出得来 有福报了 心就灵了 这个都反思我们教的对不对 当然 这个不能用偏调 比方说 要修福了 才会 有悟性 所以 这个十几岁年轻人 到你的单位来 通通干活 干活才有福报 经也不用听了 什么都不用听就干活 你们哪有那么大福报 先干活 这个传递的就是要求 传递的不是成就对方 我们用妄心 只会调动对方的妄心 我们用真心 才会唤醒他们的真心 这是相互交感的 所以我们教学 说实在的 也不是很复杂 其实很简单 任何时候 护好我们自己的心 不起情绪 用真心 这是关键的 昨天看了一个笑话 当然跟不起情绪有关 刚好 有一台公车 有一个乘客 他就坐在最后排 正中央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坐过这个位置 结果开啊开啊 这个司机突然紧急刹车 这一位乘客 这一位乘客啊 连滚带爬 冲到了这个头臂处了 那刹车的力量太大了 一下冲到最前线去了 鼻子差点没有撞掉了 大家感受一下全车的气氛 大家感受一下全车的气氛 你看所有的乘客看到这一幕了 结果啊 这个乘客呢摸摸鼻子 然后啊 居然呢 举了一躬 说了 对不起 司机先生 你找我有事吗 你看 这个一讲完 整个车上的人都笑了 大家看一看啊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司机接下来会怎么反应啊 这个司机铁定说 哎呀太对不起了 太对不起了 是吧 但是假如这个乘客啊 他没有控制住情绪了 他铁定会骂人的 哎 这个司机本来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这个乘客一骂人呢 他可能火也上来了 是吧 你说你几岁小孩了 都不会做好啊 就骂起来了 哇 你看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 差点就鼻子就撞撞了 那样的情况 他还不起情绪 还能幽默一下 哇 那有这个功夫啊 都不被静转了 所以人能控制情绪 不被静转了 就能转静了 佛法很好用的啊 若能转悟 折同如来啊 这句话跟我们有没有关呢 什么时候要用这句话 学生遇到任何情况了 我们首先不被这件事转了 我们就用真心再处理了 就感动所有的人了 假如孩子犯了很大的错误了 你看班上所有的同学 都在那里摒弃凝神了 看老师会怎么处理了 突然老师还心明气和的 所有的孩子印象深刻了 本来想 哎呦 本来想老师骂人的了 居然没有 所以这些大臣经教啊 这些话啊 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啊 就在当下用啊 就像我们现在在探讨 很可能原因啊 对方的错误是 原因是我们造成的啊 万法因缘所生 这一句话 就包含一切静缘了 万法就是一切都在里面啊 不管人是物啊 控制情绪啊 可以算了 我们的学生呢 一定要赶快具备的能力了 这真的是刻不容缓啊 我自己啊 也是智慧不足 在我第一年做班主任啊 大概六年级的学生 我就有看到一个同学啊 她的手臂女同学哦 都是美工刀割的刀痕 我当时一看只是心痛啊 一直劝她不要这么做 我没有思考 为什么她会做这个动作 假如一现在来讲啊 我们一定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 那时候毕竟智慧很浅啊 只是在向上一直在苦口薄心 劝她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 谁想伤害自己的身体 她一定是心里已经处于啊 不是很不平衡的状态了吗 不然谁会去伤害身体 她太苦闷到啊 以这样的方式来转移她的苦闷啊 所以 现在小学生 中学生呢 忧郁的不少啊 那天听到啊 一所中学啊 四百多人啊 有辅导老师呢 跟每一个学生都聊过 三分之二的学生心里有问题 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长老师应该重视的事情了吗 哎 我们现在啊 不能太初心大意啊 我感觉我们都不愿意初心大意 可是我们不知不觉啊 初心大意了 因为我们的生活啊 太紧凑了 大家感受感受啊 你看你吃饭也敢 坐车也敢 请问我们处在这样的状态 你能感知到身边人的状况吗 比较不容易啦 以前是农业时代啊 生活步调比较慢 而且人都跟大自然相处 所以那种感知力啊 比较敏锐 比较敏锐 乡下的人啊 有人情味 他可能看到你什么需要啊 他隔天就拿来了 他不有人情味啊 我记得我在如江的时候 有一次晚上啊 有一次晚上啊 我们办那个 重阳节敬老活动 整条路啊 都挤满了人啊 三千人啊 老人家坐前面 我们还有年轻人啊 我们还有年轻人啊 来侍奉老人啊 那刚好那一次啊 我有上台分享课程 结果隔天啊 收到啊 几盆鸡蛋 盆喔 不是一个两个喔 为什么呢 这个香名说啊 哎呀 这个蔡老师怎么这么瘦啊 来到我们汤匙啊 给他补一补啊 哇 你看 他在看你一面啊 他心很细啊 就隔天送那么多鸡蛋来了 我们现在这种工业化 都市化 人心比较麻木啦 所以我们不能被工业化 所转喔 不能被紧凑的生活给转掉啦 我们还是要保持柔软 敏锐的心啊 大家 体会体会喔 现在的人啊 要遇到什么情况啊 他才会静下来思考 往往都是啊 发生的那些事 冲击力非常大 他才停下匆忙的脚步 哎 我觉得我们现在活成这个样子 挺 挺 无奈的 挺不值得的 为什么 我们比以前的人忙多啦 花的时间精力 没有输给以前的人呢 怎么问题越来越多 努力有结果啊 不一定有好结果啊 因为我们努力啊 都到枝末上面去了 你看我们教育孩子 跑到枝末了 分输 知识 没有从孝道啦 没有从得这个本啦 那最后的结果 那最后的结果 舍本如末 怎么会好呢 你看我们发展事业 我们着在相啊 啊 我们把时间 花在八节上师啦 惨媚领导啦 累得要死啊 最后呢 没有福报 哦 哦 所以我认识一个 演员啊 他好几年的岁月啊 到北京 都在找欢心 一天可能要吃三 三摊啦 从晚餐 一直吃到凌晨 最后呢 自己去吃完早餐 回家睡觉 不是一天两天哦 搞到呢 也没有发展 眼睛清光眼 有瞎眼的危险 哇 你看人啊 都忙到四项上面去了 好累啊 好无奈啊 最后也是没有福报 哎 后来 他清光眼了 到了底谷啦 他还挺有 因缘的就是 他女朋友啊 他说 我可能会瞎了眼啊 我们分手吧 哎 他女朋友非常有情意啊 说 你瞎了我还是嫁给你 也给了他动力啊 后来他 在谷底了 他才开始 看人家送给他老和尚的书 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节奏啊 一定要 一般 是一定遇到了什么 身体出大状况啊 他才突然 停下忙碌的脚步 或者孩子已经没法管教了 这个震荡力过大了 他才开始重视 但是啊 这个时候要去解决问题啊 就不太容易了 那都已经啊 冰冻三尺 是非一日之寒 包含自己身体出问题了 一个人得癌症啊 那个是几年积累的呢 假如我们够敏锐 知道 吃要怎么吃 知道睡要怎么睡 怎么可能会有这个结果呢 包含甚至于另一半 我要跟你离婚啊 晴天霹雳 我很努力啊 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要求呢 好 啊 所以啊 我们呢 这个年代的人 为谁辛苦 为谁忙啊 我们再冷静想想了 我们再冷静想想了 我们老师再辛苦啊 我们有这种热忱 可是假如辛苦的结果啊 我们的学生也没有比较幸福 那我们到底在忙啥呢 成德那时候教学 看着一年不如一年啊 哇 这个就摆在我面前了 我是选择麻木呢 还是选择思考呢 还是选择思考呢 我们现在啊 要静下心来啊 去感受感受啊 我们身边最轻的人笑不笑得出来啊 我去年啊 也常常跟大家谈到这个忧郁症啊 哦 而且那个姻缘啊 还是 杨医师 她 她 女儿 有情况啊 哇 她呢全然的母父爱啊 母爱 她太太也是啊 很快就调整好了 她很可贵啊 哎 这叫随式菩提心啊 她自己体验到了 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个情况啊 做了一次啊 专题 她把找的资料分享出来了 我们就在这个姻缘当中啊 我们小学的时候啊 我们的脸上都是什么表情啊 你看要回外婆家了 高兴得不得了 常常都是笑脸啊 我感觉现在的小学生不是这样啊 有时候沉思的时候 脸上都很忧愁啊 我假如是她的长辈 我 绝对 会很主动的赶快跟她沟通 那种表情啊 不应该在她那种年龄出现的 所以当父母 当老师的心啊 要敏锐了 要柔软了 其实很可能啊 我们自己的心也很累了 累的时候要提起这种 去关心啊 去关心啊 也不容易啊 所以啊 现在当老师的是 最需要被关爱的一群人啊 我记得很多年前啊 就有听到同道说了 忧郁情况呢 学校老师啊 算是比例比较高的 因为我教过书啊 这个我觉得不意外 因为你带了几十个孩子呢 他安全你有责任 你还得要 知识要交给他 你还要教育他 做人做事 有突发视线 你都要去处理 包含现在家长 他也不一定学这些做人做事啊 一有情况了 你还要跟家长沟通 那这个 对老师啊 这个工作啊 都有一定的 身体心理的 这个工作量啊 今天呢 有一位林老师也是 寄了资料给我了 因为 连续报导啊 学校老师啊 哎呀有二十三岁啊 寻短啊 有三十六岁啊 哎呀我们看的是太心痛了 所以我们 是老教师了 我们关怀关怀啊 年轻的教师 我们可能在教学的过程呢 也面临过一些瓶颈啊 哎 可能那时候是 哎 这校长挺好啊 教务主任挺好啊 哎 哎 适时的跟我们交流了 啊 传授一些宝贵的经验了 包含我们 学校里面的主管啊 啊 领导者啊 老师 有很平稳的 这种 心理素质啊 他才能够去把教学教好啊 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 老师的心理健康啊 好 好 好 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哦 真的 都不容易哦 我们 夫妻也好 啊 家人也好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互相体谅 这个太卦 叫地天卦 匹卦 叫天地卦 天地 没有交通 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而已 你看一个家庭里面 都不沟通了 冷战 对人心里的 压力很大 地天 换位思考 互相理解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压力大 我们要分析出原因 我们才能把事情解决掉 有些是什么呢 我们容易 自己给自己压力 这一点自己要洞察到我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 我们一跟人家比了 我们就形成自己的压力了 其实没有人拿我们去跟别人比 我们自己在那里比 你不找出原因来 你怎么把这个压力 这个烦恼化解掉 我 我 见到一个 年轻人 他接了主管的位置 他觉得压力很大 为什么呢 他说 我 部门的人 他们学的比我久啊 就我还得做领导 所以我压力很大 我说 你就多听取他们的意见 不就好了吗 你干嘛自找压力呢 他们都比我学的久啊 学的久好啊 你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不就好了吗 你看 本来没事的都想出事来了 我说人家康熙皇帝八岁就登基了 那他 他不就忧郁症了吗 哎呀我才八岁啊 他们 他们都很厉害啊 他都不就忧郁症了 我感觉啊 我们首先爱自己 你才有能量就爱别人啊 古人留了一句话 不要自讨苦吃啊 不要 这个 自寻烦恼啊 哎 有没有道理啊 不要自觉坟墓啊 自己挖一个洞自己跳进去了 再来我们对别人啊 不要爱你没商量 我感觉现在得忧郁症的人 不一定是被欺负的人 有时候是那个爱啊 太沉重了 压得 压得 又没有及时沟通 好 我们的心要柔软啊 要能体会到对方的心啊 教育你体会不到学生的心啊 你教他就不气机啦 好 好 我们都听老阿上说 讲学要气理气机 这句话我们很早就听了 我们有没有努力如何气机啊 那要气机你要知其心啊 所以为什么孔子在回答 弟子问校问人 每个人都不一样的答案 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庭状况啊 他的心境啊 他的心境啊 他气机回答他吗 他的心境啊 我听过一个孩子 跟他母亲的对话 你看他母亲啊 学传统话喔 然后 后来 听了一些 课程啊 他就跟孩子说 孩子啊 你看 我最近不打你了吧 孩子怎么说呢 孩子说啊 言语没有棍 言语打人啊 比棍子还痛 哎呦 棍子打是皮痛啊 言语呢 会心痛耶 我们那个言语有没有 顾及 学生的至尊啊 孩子的至尊啊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有没有再感受一下 我这句话下去 对他会怎样 我们有没有曾经遇到 朋友跟你说 哎呀 你三年前那一句话呢 我三个月才缓过来 大家有没有 啊 这些事我都不记得了 我最近也听到 有同仁跟我说 法师啊 你看 几个月前 你跟我讲了哪句话 我现在听到这个 耳朵都竖进来 哦 讲完之后啊 我看到你都害怕 你看 心出眼意啊 都没感觉到 这句话对人家的伤害了 出眼要顺人心啊 伤了人自己都不知道了 后来他很有善根 后来我听你讲课啊 说不要有过去烦恼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了不要留在心中 我就好多了 我非常佩服他在哪里 我吓了他了 他居然还肯听我讲课 而且还能听进去 他的修养不简单 他修养超过我了 所以我们不能住相啊 住老实相 有时候这年轻人的善根 都超过我很多 所以金刚经说 因无所住 不能住相啊 但是这个不住相 真不容易啊 当父母就住父母相 我是你爸呢 我是你妈 讲这种话 不只微信不能提高 还会下降 这个叫强迫人家要尊重自己 这个没有道法自然 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用妄心 怎么提起对方的真心呢 我们提起要求的时候 怎么会让对方感动呢 所以啊 言语的伤害啊 可能比棍子还厉害啊 后来呢 这个妈妈又很努力了 努力努力 少骂人了 又跟儿子说了 你看妈最近少 比较少骂人了吧 他儿子说什么 他儿子说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指向打人呢 比棍子跟言语还通 哎 哎呀 我觉得现在啊 不执着啊 太难了 体制内的执着分数 传组 传统文化的 执着读经 你说读经就好了 以读经为标准 生活教育忽略了 又是直 会交出书呆子哦 会交出第二种情况啊 没有生活教育啊 对不起我这一圈绕着有点大 好回来了 会交出啊 狂会的人 因为他经读了很多啊 瞧不起父母老师了 狂啊 哎呀我真的见过啊 哇 那个随手就可以写一首诗了 学问真好啊 你到他的房间 一塌糊涂 哦 人家在那里学理啊 他不屑一顾 还会讽刺人家 真狂啊 这个学理 道德仁义 非理不成啊 怎么可以讽刺人家学理啊 哎呀老御上这些话 我们不能等闲四肢啊 你不重视起来啊 你花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在那里教学啊 最后你把学生给交错误了啊 啊 所以现在想想啊 老御上说啊 学佛啊 是让我们放下 贪 放下习气 不是换对象去贪啊 变成贪法了 变成贪功德了 变成贪明了 那不是还是换汤不换药了 所以老御上讲这些都是修行的正知正见 佛法种实质哦 实质是放下哦 不是换对象哦 不是种行事哦 所以佛法最重要的 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 老御上说起心动念啊 这个不容易 我们到极乐世界啊 但得见弥陀啊 何愁不开悟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策略哦 因为我们呢 时间精力啊 有限啊 老御上说 四红是愿 我们先做前两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烦恼无境是愿断 先调伏息气 得清净心 我们往生有把握 心静佛祖静 你现在学很多佛法啊 结果不能贯通啊 还得轮回去了 我们专五经一论 尤其现在有 黄念祖老居士的科著 大经节 老上的科著 那个注节啊 不只寒色五经的重点 还寒色大臣经的重点 哇 你这一部注节深入下去 一精通 一切精通 而且越深入啊 你这个往生的性愿行 就越坚定了 念佛重要啊 我们现在的根性啊 成得以自身来讲 不好好念佛啊 根本我自己扶不住烦恼 扶不住烦恼 我只有每天照轮回夜的份啊 所以啊 就要念自己了 再忙不能忘了多念佛 这样我的心才能够安定 才能平稳啊 事情已经处理不完了 假如我又带着情绪了 所以那很多事情不是越处理越麻烦了吗 那不能因为忙啊 忽略了对身边人的关心呢 就常常提醒自己啊 不要因为忙变成借口啊 该跟的事还是要去干啊 对治自己找借口的习惯 好 八万四千法门啊 都是对治喜气啊 对治烦恼啊 那法门无量寺院学 佛道无上寺院成 我们到极乐世界再办 这个策略啊 那老和尚讲经的时候最常讲的 会修行啊 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 这叫会修行 我们不能那个会修行就是 哇 每天订几万就要会修行 每天拜多少佛就要会修行 那是手段 那不是功夫 功夫是放下 放下分别 放下执着 我们的爱身放淡了 好恶放淡了 美丑放淡了 好坏放淡了 这个是功夫了 所以刚刚跟大家说了 我们不能学了传统话 学了佛了 我们还在执着读经 不是读经不对哦 你只以这个为参考值了 你就执着了 你忽略其他的重点了 没有一个祖师大德说 学传统话就是读经最重要 你不立行但学文长浮华了 而且都是傻少应对进退为先 所以教孩子的养正仪归是理论 这是传了几千年的理论 不能自己自作主张 会误了一代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不能因为你名气大了 我说的算 我觉得我看的对 这造的业可不小 这不是开玩笑的 这不是开玩笑的 离经一致便是魔说 这个慢性是很容易起来的 我们可不能做了传统文化的领导 反而这个慢性一起 不能接受别人劝就麻烦了 下一句很重要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亦有缺了 人那个慢性称恨起来了 真的都感知不到问题了 你脾气大的人 团体一定流动率很高的 都视而不见了 都没有静下进来去反思问题在哪 传统文化的家长 千万不要执着 执着什么 执着儿女做圣贤人 我觉得应该是先求自己做圣贤人重要 而不是 所以刚刚那个孩子说了 志向打人 比言语 比棍子还痛 每天在那里 哎呀 你要像老法师一样 你要像 我看你们笑了 你们有被这样压过吗 还是你们有这样去压别人 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干爱你没商量的事情 你要看看你在引导孩子学传统话 他的笑容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还是被你期望要求到 越来越笑不出来了 现在是理解万岁的年代了 为什么现在忧郁的那么多 都没有被事实的理解 体调 所以那个负面情绪就一直没有办法 抒发了 哎 同志们 革命尚未成功 是吧 孙中山先生 抛头颅 撒乐鞋 希望的就是 人民真正过上快乐的日子 你看我们现在搞到 21世纪 最大的挑战 忧郁症 19世纪心脏病 20世纪癌症 搞到现在21世纪忧郁症 忧郁症心病要心药医啊 心药只有经典 心药只有经典 诸位同志们 革命尚未成 不是 未重开法杖 现在十万火急 可能很多亲戚朋友 他的心理承受压力 已经快到最后一根稻草了 我们得要柔软的去体恤到 紧急的去化解 我们刚刚提到 第一线老师 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形成 这个 学校领导 关心爱护 这些老师们 同事之间 互相关心 甚至于你是家长 对于老师的付出 及时的肯定 这个都会给他的心理 流入一股暖流 我们现在要敏锐 我们的一言一行 给人家正能量 现在心理负能量 已经太多了 不忍心 又因为我们去给予对方负能量 所以刚刚跟大家谈到 有可能对方的错 我们有责任 我们教育方法不对 照顾过头了 没有生活教育 再来还有可能 当父母的人 有些地方 对孩子要求很严 有些地方 又特别放纵他 那这个孩子后来也会出问题 或者父母忙于工作 造成内心有点愧疚 就用物质 去满足小孩 到头来这个孩子会出问题 当然 古人留了一句话给我们 亡羊补牢 游未玩矣 你只要有 看到问题点 从此刻开始 用真心 这个问题慢慢就改善了 一定可以改的 你看我们现在这些心理问题 谁愿意 痛苦 谁愿意 这个五轮关系不和谐 没人愿意 都希望 越来越和谐 谁真正用对心了 讲对话做对事了 这个良性循环 就从那个人开始转动了 转法轮 转法轮 转每一个人的 正思维 正念提起来 正能量提起来 而且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群術制药里面都强调了 养富贵的孩子是比贫穷人更难的 富就很容易奢侈 贵他地位高了 他很容易骄傲 好 假如我们不在这些地方慎重 他很难不长这些习气的 好 所以孩子学生的错 我们首先也要反思 我们有没有责任 好 上一次跟大家提到的 唯德学唯才艺 不如人当智利 尤其我们从事教学 你看老和尚 他还去研究量子力学 因为他关机 现在的人都学科学 你从科学的角度一讲 他就容易接受 要学量子力学也要花时间 带众生苦 去学这些东西 都是带动我们 黄念老 讲的静修节奥报恩台 很精辟啊 尤其是讲静修节奥 这对现代人 重要的法宝 现在人太忙了 静修节奥做一次 二十分钟可以了 五经一论 甚至大臣中派的重点都在里面 那真的是提福灌顶 每一段经文短短的 你随文入关 那真的是提福灌顶 黄老佑跟随夏老一辈子 开解的非常精辟 老和尚持续听了好一段时间 柏经机放在身边的表演给我们看的 出国去 这个是我们院长圣庙法师清眼看到的 出国这个路上十几个小时啊 一二十个小时 那飞欧洲那很远的 等飞机 飞过去的在那里 还要行李啊什么的 这整个过程 老人家听啊听啊 哎呦我听几遍了 都不浪费时间的 提升自己啊 我们想想现在学生 家庭因素成长因素 我们希望孩子的人格 心理素质健康啊 我们也得花一些时间 提升我们心地功夫啊 提升我们的 这种射受力啊 慈悲力 射受力啊 而且我们要射受学生啊 我们 忍入功夫要过啊 不能起情绪了 刚刚那个故事不能白听 那个公车的故事啊 你看嗯 嗯我听完说 这个人功夫不简单啦 啊 遇到这种状况呢 都没有动情绪 还能提起幽默 哎我们想利益现在的学生啊 我们该充实提升的还不少 好 好 那若衣服 若饮食啊 不如人 勿生妻 就是不要枉啊 这种虚荣啊 物质的生活去追求 其实那样的人生啊 只会让自己越来越空虚而已 你跟人家比吃啊 比穿啊 比住啊 那是攀比啊 攀比的心安定吗 自在吗 比的时候还要 打走脸充胖子啊 哦 然后回到家 他呢 夜兰人静啊 心都是空虚的 哎 我们人啊 真的要对自己啊 更敏锐啊 到底要走怎样的人生呢 好 那下一段 文过怒 文欲乐 损有来 亦有缺 人非圣贤呢 孰能无过 包含我们自己 我们还没有入圣贤 我们可能也会有过啊 我们用什么态度啊 来面对 过失 因为老和尚说了 修行就两件事 知过改过 而且 两番事情说啊 一日不知非 则一日安于自是 一日无过可改 则一日无不可静 这两句话我们听清楚了 我今天不知道过失在哪 我今天空过了 我今天阴寻苟且了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天下聪明俊秀不少 所以得不佳修 夜不佳广者 只会阴寻二至 单搁一身 哇 那每天知过啊 比什么都重要了 但是我当局者迷啊 旁观者清啊 我们真的思考清楚了 别人给我们提意见了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今天没有空过了 你不只不会不高兴啊 你会感谢对方啊 所以啊 我们得敏锐 感受自己的心啊 闻过怒 为什么他提醒我 我会生气啊 我不明理了 为什么不明理不理智呢 我被我的面子害了 因为那个面子啊 人家一提也 会产生情绪了 别人一看我们 脸色变了 不敢提醒我们了 其实啊 处在领导的位置啊 越高 因果越重啊 哎呦 这个身性因果啊 真的要重视啊 你的决策不对了 你修学的方向带错了 物人子弟啊 这个因果 不是开玩笑的啊 所以你当一个领导者 应该是 很欢喜组织的人 来提意见 第一 他提对了 你不用背这些错误的因果了 感谢他 感谢他来不及了 第二 他提的 对 但跟你 看的角度不同 你不就借这件事情 看事更周详了吗 好事啊 怎么可以把好事搞成 搞成 这个 让人家都不愿意给劝我们了呢 那我们不是 太不理智了 第三 他提错了 你刚好是教他的机会啊 要多好 我们就被一个情绪上来啊 自己就做不了主了 我们要学唐太宗啊 人 人家是求见 而且人家说错了呢 他还不当场 驳斥对方 他说我这么一驳斥他 下次他劝我有压力了 人家心那么柔软 让劝的人不要有压力 假如说我们今天当领导 现在有时候我们又当领导 又当老师啊 双重的身份啊 人家要劝你 都是战战兢兢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又摆出一个态度 组织的人劝我们 我们摆出的态度是 我学的时间比你长 我发心比你大 我的经教学的比你深 我做事的经验要比你丰富 那一个领导者这么讲就是什么 意思就是什么 肯定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哎呀 观心为要啊 一个学道之人 起了个念头 我学的时间比你久 走 这个念头就很危险啊 慢心起来啦 因无所住啊 我们用的才是真心啊 起这个念头 已经偏了 佛陀提醒我们 不亲后学啊 这都是佛的法佑啊 一个真正经教深入的人 他不会觉得自己学的比人家深 他会觉得 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多故事啊 小人不知道自己有过啊 君子不知道自己有德啊 一个君子说 我的德行不错 他不是君子啊 他那个心念就已经跟君子不相应了 好 所以啊 人啊不能着相 不能都看表面 今天你团体的人给你提意见 你着在表相上 嗯 不尊重我 对我不够恭敬 他是为你好 他是为团体好 他是为团体好 你就被自己的这种 着相感受啊 障碍住了那么多 真正为团体好的人 真心的建言 就被我们给挡掉了 这样的情况啊 组织一定流动率会很高的 秦苏之要讲 秦苏之要讲 汤舞以恶恶而仓 我们学传统话 我们学传统话不能以历史 不能不以历史为借鉴啊 一个团体 每一个人都敢讲真话 这个朝廷就兴盛起来 这个朝代就变成盛世了 下节 商众 每一个人都不敢讲话 不然就被他贴标签了 被他排斥了 甚至严重了 下节被下节杀了 兴衰都是有征兆的 我们要敏锐啊 我们要敏锐啊 一个人能不能往生呢 有征兆的啊 一个人修学 是处于良性循环 不断提升 是有征兆的啊 一个人学的不得力了 慢慢业障要现前了 那都有征兆的啊 这个我们得要会观察自己 观察学生啊 要善根发动 尽防业力发动啊 中庸说的 国家将兴必有真详 你把这句话再延伸开来 一个人 一个家庭 一个团体 他要兴衰啊 都有征兆的 我们不能心再太粗啦 怎么观察 了凡视讯里面有交往 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交流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